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展现吃货精神 30号又带老婆小孩 造访美国千元起跳的鸡汤名店靖元 而先前去吃的汤包馆业者 说黄仁勋很亲切没价值 完全都没有要求说要特别的位置 或特别的要安静的位置 完全都没有这种要求 其实黄仁勋在来到汤包馆吃美食的时候 他并没有特别指定要做哪一桌 不过在位子的选择上 他却是自己坐在了靠墙 而且是最窄的地方 把外围吃舒适的地方 让给了同行友人 AI教父身价正式达千亿美元 新台币约3.2兆 但依旧喜欢啪啪造 摊开美食地图 黄仁勋26号抵台 就去花娘小馆报到最爱苍蝇头 隔天27号午餐去了黎元汤包馆 28号午餐则改到富霸王朱角 还去育展秘剑行大财卖 晚上又逛起临江街观光夜市 29号则造访王继浮沉肉粽 还有私厨洲际食谱 也没错过宁夏夜市 30号在朝圣川菜餐厅祭园 从中可以发现黄仁勋爱台式小吃 川菜中式料理 而这些餐厅大多有圆桌 也可能是他带亲友聚餐考量的地方 不太忌口 他甚至喜欢吃甜品 他应该是不太喜欢那些奢华排场 他可能比较喜欢比较自在的 而且比较贴近民众的 而关于对台AI投资 黄仁勋也表示会持续扩建基础建设 他还透露之后 可能有台北2也说不定 提供主未来动向各界关注 TVBS新闻叫汉文刘一轩 台北策划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